好 同學 那我們假設要做一個八台的話 我們做 先畫一個L型 就這樣 你看 先個L 把這片圓 然後長出 然後再加後 我們就四個順序 好 開始 同學呢 找一個空位喔 這裡有個小房子 壓一下 它回到基本的位置 切到T是上次圖 我們再開始畫好了 那我們就把它移開 然後上次圖畫一個L 點這裡 SHIP 按住 SHIP 按住 SHIP 按住 會變垂直線 然後 轉好之後 同學 我們剛才點擊點會囉 點擊點不是可以做 那個Smooth嗎 右鍵 可是這裡Smooth 比不好看 我們換右邊有一個字 叫做Fillage Fillage在Outline的隔壁而已 它這個也不能輕點喔 輕點就直接卡住了 它會做一個很小的Fillage給你 不行 我們要按住拖動 你看右邊 你覺得滿意的放開啊 好 可以了 接著 幾出你會啊 這些都是同學的 X的EXP 拉高 然後再加SHELL SHELL SHELL是X的SHELL SHE F3R一下喔 你可以往內也可以往外 同學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數字可以增加 好 我們往外好 先做到這裡就好 我們八台底部做好 我們應該做八台的上面齁 這是八台的底下的部分 我們要做上面 你看你們是不是會看到它的形狀 那這次圓角可能會有很多的線 好 畫面給你 下一個操作 我們要做出排面 下面這個是叫做統身的 那下面是排面 那你複製上去不要用這個分身喔 因為這個會連帶變動 你不要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怎麼做出這一段 我選這個SHELL的按住 往上 再說一次不用這個 因為它會連動 我選這個 那顏色給它變一下喔 好 然後 因為這裡不需要那麼厚啊 就是同學呢 因為台面薄一點 就是去改這個數字 改這個intro的那個數字 改薄一點 不是改第三個級別喔 好 那現在這個好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 再把這個放大一點就可以 你差不多移進來了 放大一點 我們看這裡 我們現在要上試圖 看一下 你用比例喔 給它放大一點 然後大到什麼程度呢 大到喔 那把它包起來 你這樣有包起來嗎 好像還沒有喔 那我們怎麼解決喔 請看一下 就是 另外一個手段 按下X 又是這一招喔 再說一次 這個沒用 這裡其他都繞牌的 正牌是有破力喔 其他真的沒有用 我們都不要用 只有破力要用 那我們最後的手法 就是用點來移動 我選來選中這些牌點 把它往上移一點 它就會有包覆感 我們現在要做出包覆感 因為比例能提供的包覆有線喔 那這裡再移過來 就完全包覆感 有沒有 就是我們現在呢 要整個給它包起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所以我們這裡的 面板還蠻多的喔 這個有比它大喔 包起來了 接著把它往下移蓋住就好 那就稍微看一下 好 那我們這個就做好了 所以整個操作呢 我再做第二次喔 先複製 不要那麼厚 然後再比例擴大面積 可是這種做法喔 它不可能會剛好蓋住的 大概挺多只能提供到這樣 接下來呢 X的AD2Poly 選點 用改變點的結構下去調整 這個往右移一點 我這個拉錯了 對 就 往右移 往上移 你現在不就蓋住了嗎 這樣就好了 好 那接著 變色下蓋 變色往下蓋 就把這個做完 好 那我這個做得有點厚 厚的話是這個 一處 好 請幫大家完成 好 請給大家完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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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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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我们要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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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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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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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